墨子去畫 是需要一點油脂性的那一種 飲料才有辦法在上面上色 上油墨的時候 才能夠進行油水分 你的化學反體 你上完那些化學藥劑也畫好的東西 在石頭上的話 就要送到這一個印刷的機台 在那個印刷機台 他也是要用手工的方式 把石頭跟要印刷的紙放在上面 然後把他印出來 那我一開始印的時候其實我是用蠟筆畫 那蠟筆他其實比較粗 所以說一開始畫的時候沒什麼感覺 但印的時候就發現他其實會 讓中間很多的細節是跑不見的 就跟我想像的是有一點落差 所以我畫第二次的時候我就是用 油墨的那種墨子去做繪畫的部分 那我這次有帶就是用第二次畫的部分 然後就是兩張小張的 大家可以 我幫你穿 可以 可以穿穿看 對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做起來的感覺就是比較細緻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就是剛剛所提到 那個石頭的部分 它是一個被重複使用的部分 那就是那個捷克的教堂學生他有跟我講說 他印出來的東西一直有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東西在上面 就是不是他畫的東西 但是他的畫面上有存在著其他的筆觸或是一個黑色的團塊在上面 那他有去詢問老師 那老師就說他們都會說那是ghost 就是像鬼魂一般的東西 因為其實石頭你就算在怎麼磨 它可能有些的滲透你畫得太滲透到裡面去 那或者是因為在上那個化學燃料你的時間放得太久的時候 它其實都會被石頭吸收得很進去 很進去 所以說你在做這個時候的印刷的時候 其實是還蠻多驚喜的成分在的 因為他其實不是單純只是你現在在做這個創作 而是他是跟你的之前的做這個時候的人 有一個很神奇的時空對話的感覺 然後這也是石頭的印刷 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有生命力的一個印刷術 但因為他的石頭成分很高 還有他的印刷的工序非常繁瑣 其實所以他比較像是一個已經像工藝性質的一個藝術的創作 創作美財 那接下來是想要介紹的是 A1C 他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軟體 就是他的logo是展的是側邊這個 那他其實也是世界上很大宗的一個繪圖軟體 叫Adobe下面出的一個繪圖的東西 那他其實主要會是運用在大家像可能看到四大運 或是演唱會還有電視節目的一些後期的特效 都會用這個after effect做處理 那我就選這個課 那其實他們那邊上課還蠻有趣的是 因為我剛好上這個課的時候還蠻多交換學生 就是有中國還有日本的 所以老師就是有跟我們歐阿約時間 然後教了我們兩堂課 但他剩下的時間其實主要就是你可以彈性的去找他 因為其實在那邊上課還蠻彈性的就是 像我可能會比如說一到星期一跟星期三 我同一個時段會有三種課 但是因為每一堂課都不是 未必都是老師上課 老師上課的話你就去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就是去找老師做討論 所以就是你自己去安排你的時間跟老師討論 那現在其實網路上非常非常多就是教學的影片 那我其實老師都知道 而且老師是一個很很上進的老師 因為像這種軟體的發展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所以其實連老師都必須去精進他 對於這些軟體裡面特效的處理阿 或是效果方式 所以說就是在上課上完兩行 就是他有在教學課的部分之後 其實主要就是做到一個程度 或是你做到有平靜 或是找不到網路上的素材的話 那就去跟老師做討論 因為其實可能以前在台灣上課的狀況就是 每一堂課你都必須去 但是裡面課程的內容 可能跟自己想做的東西 是不太有那麼當下有相關性的 所以其實有些課當下學了 可能沒有運用到的話就會蠻可惜的 然後就是因為我在這堂課的話 我們是要做一個像動態MV的作業 那其實他是像是比如說在歌詞裡面出現了月亮 那因為我一開始是選擇做中文歌 那我一開始做出來的版本老師是沒辦法懂的 因為他是波蘭人 所以他會希望我的影片裡面可以做一些英文的字去做一些輔助 那我就是在跟老師討論過程中就是要如何讓這個月 因為在很多的中文字裡面是有很多的像型文字的 那要怎麼樣去讓對於外國人來說 那個字是像符號的東西怎麼樣去做結合 那接下來的話是放我在這堂課做的一個段成果的部分 然後我選擇是做婚鴨就是台灣一個樂團的歌 那我覺得他的歌的意境我還蠻喜歡的 那我覺得他的歌的意境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也蠻謙閒音懂的 所以我就試著把它做出來 然後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就老師身上就是覺得他還蠻有趣的 是他其實是一個很認真的老師就是你只要去問他問題 然後他當下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他也會找完之後然後再回信 告訴你說你要用怎樣的關鍵式去找那樣子的特效來做 那接下來的話是想要講一下攝影課 那攝影課可能對一般人的想像就是要教 像是快門啊或是鏡頭啊一些很專業的 就是很技術上面的東西 但是在這堂課的時候老師其實比較希望我們是在 在做這個創作的時候是用攝影的方式去記錄當時 當時可能對你來說有趣或是有感覺的東西 然後最後再把它匯整起來 那因為我那時候一開始去的時候就是去廚房 因為我們是每一層樓都有一個共用的廚房 那那個共用的廚房其實就是人來人往蠻多的 那當時去的時候就有一個沒有穿下半身的小妙在做早餐 那我當下其實有一點被他嚇到 不過後來就覺得說那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他其實也是一個他們生活的一個方式 那其實廚房對我來說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因為他們在那邊的話在宿舍裡面是沒有分廚餘跟一般垃圾的 但因為在台灣有所以我一看到的時候就是 我被這個畫面嚇到他就是有機的東西跟人造的東西其實是在一起的 那他們其實也有做回收 那回收的話就是有做寶特瓶跟玻璃 那另外的話就是有做一個是收麵包的回收 因為他麵包可能都是賣很大一條吐司 那可能沒辦法吃完的話那他就必須去被處理 那這個的話是在那個垃圾桶的時候 我就就會三不五時地去觀察垃圾桶發生的事情 那因為那邊維度比較高 所以比較常吃的可能是洋蔥馬鈴薯跟金類 那像這種白菜其實他很容易是被一個被丟掉的角色 因為他就是很大一顆然後吃到最後可能會很膩 或者是到最後他已經不行了所以他就很容易被丟掉 那我有帶我就是這個攝影集做出來的東西可以給大家看 那一開始做的時候其實他封面是用一個很軟的塑膠袋 然後那塑膠袋其實是突然就是在便利商店或是在賣場的塑膠袋的厚度 就是比台灣薄蠻多然後質感蠻不一樣所以我就有把它特別記錄下來 那在做完的時候其實老師會希望整個的這本書都是用封面那個塑膠袋做 因為他其實就是在一個紀錄垃圾的攝影集 那他希望說如果這個攝影集他是可以真的像封面那個塑膠袋的材質可以揉可以捏的話 那這樣其實跟主題還蠻氣和的 那我那時候當然天然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那當下我就跟老師說可是我怕做這個攝影集可能會要用到額外的錢 那我可能沒有那麼多錢去做 那老師也會馬上跟我說沒關係就是我會想辦法 如果你找到廠商就馬上打電話給他 他願意去找學校的經費來幫我出這個攝影集的錢 不過那時候就是試著在學校附近還有去問了一些同學一些廠商 不過就當下沒有找到適合做的廠商 所以最後那個理想的攝影集就沒有完成 那這就是比較前期做的那個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是Joynker 然後中間那個是老師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很像神仙教母的角色 因為他是一個很瘋狂然後各種突發奇想的老師 然後這旁邊他的狗 然後他的狗叫Susan 然後也跟老師一樣就是也是一個很瘋狂熱情的狗 就是看到人會想要突上去的那種狗 那在這堂課的話因為主要來的學生都是波蘭當地的人 那只有我跟一個中國的交換生還有一個念 念攝影系的研究攝影系的一個澳門女生 那還有兩個捷克女生他們有選這個課 但因為捷克的那兩個女生他們都聽得懂波蘭語 所以說在上波蘭語的課的時候會有小天使好人同學會幫我們做英文的翻譯 但因為課主要其實還是在繪畫的部分上 那上課的部分其實是比較少的 那就是助教 助教在就是蹲下的那個女生 他叫Justina 然後他就是會每個禮拜會佈置不同的 數學的情境然後讓大家做練習 然後中間做的那個是同學 那其實之前在逛不同工作室的話 有些工作室他們會請專業的model來 然後有一個是影響很深 他大概有200很高 然後他頭髮就是泡麵頭捲捲的 他長超級像就是電影裡面出現的美型的耶穌 就是散發出神聖光的那種耶穌 而且他是全裸 然後覺得他的狀態很不像一般人類 那我曾經就是在就是學校跟他擦肩了過 就算他穿的便衣還是有種很神聖的感覺 所以覺得那個model還蠻厲害的 但因為那時候是去參觀工作室的時候看到 那他們是在繪畫的部分 所以像我們這樣外人如果去拍照的話 其實會不太禮貌 所以就沒有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是同學拖的樣子 他是有穿的 不過我覺得他也是很盡責的一個model這樣 那我們一開始想要練習的時候 是想要用70x100的大小去做速寫 但老師發現我其實在素描上有一點問題 所以他就想要轉換我練習的方式 就是用快速的方式繞model一圈 那我一開始畫的時候 我是只有畫model這個人 但老師那時候又提醒我說 其實在周遭那麼多的物件 其實在不同的角度裡面 其實物件是改變的 所以應該要把那些東西的考慮進去 所以就有改變了我那時候的想法 就是其實周遭那麼多的東西 其實他們也是可以被規劃到畫面裡面的 那每一個禮拜其實都會去跟老師做討論 那老師討論的方式就是他會用一張白紙去感 譬如說哪裡是好的部分 或是哪裡他覺得很好 那他就會告訴我好在哪裡 那可以繼續做發展 其實我覺得當做創作老師還蠻困難的 因為他其實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那他要怎麼樣在一個 嗯 給你一個方向 但又不至於限制限制你創作或是想法 那一個東西的提示 其實還蠻困難的 那其實我還蠻喜歡這個老師 就是給我的一些想法 那在那個工作室的話 其實每一個會畫工作室 他們每個學期都會有工作營 那像我去交換 嗯 認識了另外一個交換學生 他們的那個工作室 就是他覺得他們的工作室很像去養老 因為他們就去了波蘭的北邊的海邊 那就去了四五天 其實每天就是一大早去素寫 然後接下來的時間就是去那邊看海 所以他們每天都在海邊玩 然後他就 其實也不太懂 到底去那邊發生什麼事 不過也是另外一種體驗的方式 然後我們這個工作室就是那個 安娜 那個我說很像 沈安教我們的老師 他們這個工作 是不是去了天文台 那這天文台其實它是一個 沒有看起來很新穎的天文台 但它是有在運作的一個天文站 那它在的地方其實是有點像一個 小工人小生人的地方 那在工作室的時候 他其實也有上課 那上課想到哪兒也是講波蘭的 那他其實講的就是 宇宙的行程啊九大行星 那有就是小天使好人幫我們做 做反應 那我就只好就是把 我曾經學過的那些天文指示 跟看到那一些 秀出來的圖片做連結 那在天文台的話 其實就是很好奇可以看到什麼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到這個 萬眼鏡它其實 應該是蠻有一個年紀的 那用這個萬眼鏡其實是 只能看到就是 月球 凹凸不平 很清楚的那個樣子 不過也就是另外一種 體驗的方式 那其實去天文台第一天的時候 就是藍色下面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洞 因為一早去的時候 會發現大家一直在挖洞 然後其實那時候就不太知道說 為什麼他們要挖洞 然後到了傍晚的時候 就陸陸續續 有同學一直來跟我借美工刀 那我那時候也不懂為什麼 他們一直要來跟我借美工刀 然後後來才發現其實他們那個洞 是他們撿了很多的樹枝 要放在裡面 然後他們晚上要做像 冰火晚會的地方 那要消樹枝是因為他們 有去買了像是熱狗 或是香腸的東西 還有上面那一個 一塊一塊的其實是棉花檔 就是要把它 樹枝燒得尖尖 讓那些東西比較好去烤 那其實烤類的話 他們還會去找那種 外字型的樹枝插在地上 然後把 把這個烤肉的東西架在上面 就是你有空去放它一下 就不用手一直拿 然後當時吃的時候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 很神奇野味的味道 因為用樹枝烤跟用木頭烤的那個味道 其實感覺還蠻不一樣的 那在工作營的最後一天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早餐會 就是在星期一天的早上 然後就是同學跟助教一起 佈置了這個早餐會 那在這個早餐會 其實吃的東西也是非常的野味 就是像旁邊這一盤 其實它就是都是 像是生的青椒啊 黃瓜啊 紅蘿蔔 然後搭配一些像是乳酪 或起司或是一些醬 然後沾著吃 然後還有配吐司 所以其實去的時候也是 也是我沒有想到說 我原來可以在那邊吃到那麼野生的味道 那這個的話是算是裡面一個重點的菜 因為他們會說這是外星人炒蛋 因為我們的工作 工作方在天文台 所以這次的主題是宇宙 然後他們想要做一個跟這個主題相關的一個料理 那它其實是加了綠色色素 跟一些野菜去讓這個蛋變成是 這個很神奇的綠色 但是其實還蠻好吃的 就是有一種很很奇妙的一種清爽的感覺 那接下來的話 是在工作宇五天過後 其實我們是要辦展覽的 就是要在這個天文台 那現在想要介紹一些我覺得 還算蠻有意思的一些作品 那像這一個的話 他們說是可以看到火星 但其實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望遠鏡就想說 天啊 這樣很小欸 而且為什麼這樣可以看到火星 那大家在看的時候 都會看一笑一下 然後就離開 然後又放其他眼 然後繼續看到一下笑一下 那我在看的時候發現 我沒有看到火星 我就很困惑說 欸火星去哪了 然後有人就說 火星掉了火星掉了 那我那時候想說 為什麼火星會掉呢 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們是在 望遠 就是 在一個望遠鏡對面的樹 樹枝上 其實放了這個巧克力 這個巧克力 其實在台灣 應該 應該沒有賣吧 我不確定 因為我在pc home 我查到大家可以嘗試 但這種巧克力 都會很甜 像知識家 那種 然後其實上面就是寫Mars 就是火星的名字 那所以其實在望遠鏡上 放的是這個Mars 對 巧克力包裝 沒什麼 太大的暴力 但是看了 都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那其他的話 這個是 在天文在裡面的一個 某一個屋子 那大家試著用 投影的方式 做出一個像 黑洞眼睛的效果 那因為它其實還蠻高的 大概有一層樓高 所以這樣放起來 還蠻有視覺張力的 但這個作品的話 其實我還蠻喜歡 因為它其實是在 吃早餐會的那個 有點像 地下室的地方 那它綁了很多的 手電筒 那手電筒照的時候 如果你人去播那些線 它是有 忽大忽小的那個 光圈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展品跟 跟觀者可以互相有 互動的一個作品 那其實這個工作營 是有跟 另外的學校做合作 所以我們工作營 其實是除了我們學校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從實現金 實現金主要是在 德國跟波蘭交界的地方 然後他們是攝影系過來的 那他們來這工作營 就跟他們想完全 就是不一樣的工作營 因為他們來的時候 覺得他們就是要拍 就他們帶了很多 專業的 單眼的攝影設備 但其實都不太用上 因為其實要做的東西是 更 更有彈性 或是更多樣性的 那當時我其實是有 兩個組員 一個是班上的同學 主要叫Andy 然後他非常喜歡 美上的戰士 更多人工作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實現金的同學 那後來的話就是 工作營過後 他就回去 實現金 因為實現金 離波之南 大概就是台北到 呃台南距離 所以其實有一個距離 那這就是我們當時 試著討論 那個關於宇宙的 那個主題的想法 那其實 我們那時候沒有什麼想法 是我們那時候在亂想 那時候在想說 如果讓地球人可以嘗試 呃 外太通人 生活 無重力的狀態 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試著畫一些草合 那那個就可能像上面一樣 他是像懸掛式 吊掛的 有點像吊死 另外一個是像下面這個 這個 可能是 他有什麼儀器 可以把它纏起來 然後像不倒翁一樣 就是你推他 他不會 他不會倒掉 然後 他也可以立起來 就是一個 可以抵抗無重力的一個設備 然後像這個圖的話 我的主人看了他就覺得 讓他想要活人跟真 然後想要 蛤?跟活人跟真 什麼關係 不過因為他就是一個很熱愛 日本的 冒動漫的一個孩子 然後接下來這個的話 就是 後面比較會有延續的部分 那他其實就是 想要做一個可以 嗯 站著 走路 睡覺也可以到 某一個目的地的一個睡袋 那我主演他那時候就非常堅持 他一定要把 這個 Sleep Helper 就是我們家是一個 住民的睡袋 把它做出實體 然後他就真的把它做出了實體 那他其實是用 他如果他的 縫紋機很小的 然後做這個 之後他快要壞掉 這樣子 然後還可以 才真的可以穿 然後這是掛起來的樣子 但有點嚇人 我會看到你真的被他嚇到 因為 真的很像一個人 然後那時候天文台其實中間 嗯 旁邊都沒有什麼 嗯 燈或是什麼 所以很多人都被 被這個嚇到 那我的部分的話就是 那時候我被分配到的是這個屋子 就是在 天文 嗯 公園裡面其中的一個屋子 那那時候跟老師討論說要怎麼把 我的 畫的那些插畫 應用上去 那我們後來討論的結果是 用噴漆的 因此我就試著用 嗯 在工作室然後練習 比較小 嗯 比較小的Size 然後去 嘗試要用哪一種 筆觸或是方式來做噴漆 那這個的話也是其中一個情境 就是想要做他 這個人很認真的在跟穿著Sleep helper的人講話 但他其實是已經睡著的狀態 就是他會讓 對方產生一個壞人 幻覺覺得他在認真的聽他講話 但他其實是有一個 Sensor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 穿著的人可以在他醒來的時候 在好好聽對方講的聲音 那另外的話 這個就是想要用不同的顏色去過測試 那這個的話也是另外一個情境是 因為睡覺的時候很容易會流口水 或是有汗臭味 所以他如果會有一個香香的味道 去掩飾那個臭的東西 就其實沒什麼建設性 然後就是還蠻天馬行空的 想了一些如果 這個睡袋存在的話 會是怎樣的效果 然後這是施工的狀態 然後這個紙大概有150公分 其實做這個他 嗯 其實你噴劑可以直接 噴在牆上沒問題 但因為 我們有去想要有一個造型 所以是有做一個直板摩 然後把它噴在牆上 但噴的時候就是有點尷尬 是他其實是有 油下淚來的 因為我其實是第一次噴 所以他 他在那邊的部分 因為他比較高 所以那時候就是沒有處理得很好 不過就是他 左邊的 嗯 右邊部分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 因為他圖案比較小 所以我就 有試的用 相同的質感 但是不同的顏色去做 做搭配 那這就是噴起來主要效果 那他其實還蠻高的 因為我大概有163 那這就是噴起來的樣子 那我們在最後展覽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有做檢討的 然後老師覺得其實 應該也可以在更豐富 裡面的一些視覺的元素 不過那時候時間非常趕 所以就大概到這樣子就結束了 不過還有蠻有趣的一點是 就是 其實那時候要撤展的時候 我還蠻焦 我想說 蛤都已經噴成這樣子了 然後要花還要花時間 或是我也不知道買什麼東西 去清那個牆壁比較好 但是那時候老師就 做交共享沒關係 因為這東西我們就是要留在那邊 所以我的作品其實是 班上全部的同學唯一 有繼續留在普朗的作品 所以覺得如果5年16年 說不定再回去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那邊 那就是在天文台之後 其實是有 要做期末展 那期末展的話 主要都是在每一個工作室做 做展覽 所以我們可以去 以前工作室都是關著上課 那我們在這個期末展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可以去那邊做參觀的 那首先是我們工作室的 那我 我那時候就是有把 那些畫出來的素描 那些小插畫的部分做表框 因為老師很喜歡他們 但其實我有點不太懂 不過因為他們其實 就是剛才所提到就是 工作 工作坊有跟時間機能那邊的同學做合作 所以其實那些東西留下來 是他們之後要去實際的清那邊做 做後續的展覽 那這個的話是在這個桌子的側邊 有一本小小的本子 那其實是我的 嗯 插畫日記 雖然說叫做日記 其實我也沒有每天做 因為我就是 有感覺的時候我才畫 然後我今天有帶來可以給大家看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有 因為我的紀錄方式是 嗯我會可能這一天我會很認真的 比如說在路上走或是上課的時候 然後就是用自己的記憶吧 今天印象最深的東西紀錄下來然後畫 所以其實很多畫的東西跟 跟 嗯 實際上那個人可能是有點粗魯的 不過就是他結合了我自己的想法 跟我現實中看到的那些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工作室的部分 嗯 告一段落就是想要帶大家去看我們 就是其他工作室的東西 那這個的話其實是另外一個工作室 那我很喜歡這邊 因為他其實都是手繪的 那中間那種大張其實大概就是 100乘70 所以你會覺得你被很多的 很有精神或是很有情緒的線條所包圍 他其實很像某種邪教的地方 因為他的那個特殊的狀態還蠻 蠻神奇的 因為可以感到每個人都很認真的去畫 他們畫那些作品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那從剛才那個繪畫的工作室出來的部分 其實旁邊這邊是個廁所 就是這邊 那其實我很喜歡這邊是 其實他其實是有一個像電影場景的地方 那這個人拿著槍對著這邊 那這邊人就拿著槍有一個很 很悲傷的表情 雖然說不太清楚他切缺在講什麼 可是在這個環境下就覺得他非常的搭 那其實也是想要講的是我們可能會既定覺得 在做展覽的時候就是要在一個藝術中心或是美術館 然後是很志士的創作的 擺至自己作品的地方 但其實在一個適切跟合理的情況下 其實作品是可以擺在各種可能性的 那像這個的話就是從側邊這邊走出來的一個樓梯間 那他其實就是放很像生物的東西 那直接跟現成的樓梯欄杆做搭配 那這個就是他做的一個一系列 那這個杜芬也是我還蠻喜歡的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另外的 這也是印刷的工作室 印刷的工作室 他們很喜歡就是在討論作品或看作品的話 就是把東西攤在地上 然後就是可以看出來可能 每個作品雖然不一樣 但他如果是有系列或是有相關的話 可以這樣子一望一覽無影 那這個的話是其他攝影工作室的部分 然後這個還蠻 算一個小插曲 就是大家有看到側邊的這個可樂怪 那我那時候在那個攝影 這個地方看其他攝影作品的時候 就突然就是來了 可能也是其他參觀的人 然後他們就聞了一聞 確定了一下這是可樂 因為裡面可樂他們拿起來大概還有一半 然後那時候就默默的說 這其實是我喝剩下的可樂 因為我當時就是在旁邊 看攝影作品的時候 我很怕我喝就是這個可樂罐 可樂還沒喝完會卡倒 所以我其實就把它放在旁邊先暫時安置 那些人就誤以為說這個可樂罐 其實是裡面的斬體肌 那這其實也是一個很像是自己突然在那邊做一個像 行為藝術的東西 因為 因為其實我打破他們對於看了這一個 展覽區域的一個觀感的體驗的做 體驗的過程 那這也是就是還蠻有趣的 因為這可樂罐是有送我的 所以它有綁一個像紅色斷帶的東西在上面 所以它其實又跟平常的可樂罐長不太一樣 那在期末展的期間其實就是要老師打分數 那我們對於打分數的想像其實是 嗯 期末結束的老師就像電腦系統去K字一樣 那大家可能在寒暑的時候才會看到自己的分數的狀況 但在那邊的話其實是我們要把這個指印出來 它就會條例說你上了哪些課 那你是要當面學生去給老師簽名 就是老師會簽名直接打分數 再把這張紙直接加在你手上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跟老師做討論 這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曾經有發生過就是 成績打得很怪 但是找不到老師 或是就算找到老師了 可是老師教我班級太多 他也記不得誰去誰 然後那個東西就會變不了了之 所以我還蠻喜歡他們就是老師跟學生 對待分數的這個方式 那就是講完就是比較 比較課程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想要講講吃的部分 那其實吃的話 這是一個我很常吃的東西 那它是一個熱狗 那它主要會在小青蛙跟小小猴子的便利商店賣 那它其實這個名字就是它青蛙的鋪丸魚 然後那個也是它的名字 那在店賣的時候 其實它 我後來發現就是大賣的大賣場 其實是有賣它下面的那個麵包的 那麵包其實在便利商店賣的時候 它會用像塔米尼的那個 壓麵包的機器 所以它會像下面那個圖片一樣 就是會有一條一條的那個痕跡 那裡面你就可以看你要加什麼 番茄醬啊甜辣醬之類的東西在裡面 再放一下它加熱好熱狗 那就可以這樣一份給你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聰明的售集 然後我在台灣或是在其他的國家沒有看過 所以有機會的人可以去試看 它也沒有很貴 就是在便利商店賣的話 其實也大概是二三十塊錢 就是那邊的錢是乘以8嘛 所以你看到這個 5.49那就是乘以8就是台幣的 台幣的價錢 那再接下來就是 最左邊那個背紅色包包的就是 我剛才一直有提到的好人小天使同學 那他其實是有參加他們當地的一個職務 職務保護的協會 然後他就是邀請我們就是 然後他就是屬 嗯好 假 週末的時候跟他們一起出去 出去踏青 那我們踏青的地方其實 就是這邊都是叫做大波蘭水 然後我們去 我去了城市是波茲南 那他其實是在另外的這一個地方 就是比較 偏 偏鄉村一點的地方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同學的男朋友載我們 然後他有開到200 然後他開車的速度還蠻快的 就快到我覺得我真的快吐了那一種 那他開了大概一個小時多 所以我覺得那邊其實離波茲南是有一點距離的 那這就是我們第一批就是遇到的人 那那個男生主要也是這個協會的會長 然後他就是帶我們去看周遭的 去到那附近的一些花草 那他們就是小朋友看到樹都會非常興奮想要往上爬 然後我同學就鼓勵我跟另外一個 中國的交換學生說我們要不要世界爬爬看 但我們就是覺得嗯 放棄 然後就是這兩個女生就是他們看到大草就 躺下來開始去變花圈 然後覺得他們的那個動作非常像小仙女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是早上的時候去看那些花草 然後到中午過後的時候出現了另外一個也是他們協會的女生 那他主要是帶大家去認識野菜 所以這一批出現的話就是有小朋友 然後還有比較像媽媽的教授的人 那我們去採的時候 嗯我有請他請那個小天使同學給我一些名字 那這些就是我有問植物 森林相關的人 然後他說其實這些台灣都有 但是因為台灣在菜市場已經有很多好吃的蔬菜 便宜的蔬菜然後大家也可以種 所以我們不太會去吃到這些路線的野菜 那其實像這些的話比較常會在旁邊做草藥 那像長夜車前其實也主要是做感冒藥水的一個成分 那這個美眉也是就是第二批來的跟我們一起採集的一個美眉 然後他其實不太聽不懂也講不會英文 所以他那時候很想跟我們聊天 就是跟我和這個中國的交換同學 然後他就試著找小天使同學幫他做翻譯 所以到後來的時候反而是我們在教他 教他英文然後怎麼跟我們聊天啊打招呼的 但那邊去的時候其實是已經五月多 但其實蠻冷的就是在森林旁邊 所以他們還有準備一些被子跟盤子可以蓋 那這個的話就是開始在做準備料理 那就是把野菜跟像麵粉的東西拌在一起 讓整個去炸的時候他會讓他變得像是蔬菜餅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湯我還蠻喜歡的 他是蘋果去煮冰香花 那我覺得喝起來超級像鮮魚河的東西 因為他是一種有一種神秘的甜甜的水 我那時候會覺得喝了這個很像是去了我們種夏葉之類的那個地方 所以不定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那這個的話是啤酒花的葉子 他吃起來是比較像現菜的口感就是很軟 然後再來的話他們有煮一個像主食的部分 那這個沾的醬那個是寬夜洋角形 那他其實也比較是在冷一點的地方 所以台灣比較少見 他們就是有可能採的住嗎 然後他們有帶額外的東西 就像蘋果跟這個青椒室他們額外帶來的食材 然後裡面還有煮了一些飯 那這邊就想分享一下他們煮飯的樣子 他們煮飯的方式其實對台灣來說應該還蠻不可置信的 就是他們煮飯其實是在煮飯的包裝外面有一個塑膠袋 你就開一個洞 然後把它煮大概20分鐘 然後飯就會熟了 那煮完之後你就邊這個塑膠袋拿出來 然後把它倒出來 然後加你想要吃的醬就是這樣 就因為我一開始看到覺得還蠻不可思議的 可是因為現在一般都會覺得塑膠去煮熱水 應該是一件會有很多疑慮的事情 不過他們都過得蠻好的 所以可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這個很好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拍到照片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找 然後那個他就直接寫波蘭金帶我的230 所以其中一套也是這個 那這個是當時就是和樂隆隆的樣子 那大家可能會問說去波蘭的話還有吃什麼 那大家其實在網路上的話就是會看到就是吃